传武求实,破除传统武术神话,求证传统武术实效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李亚俊 上一节课呢,我和我的助手风序为大家演示了 刚才说到的这个 还有这个 下面呢,我们就借助这个通辈的十字砖 为大家具体的模拟一下 它在这个实战当中的作用 大家看到这个砖呢 它是就差不多那笔人的一个这个分子 我们可以用这一段代表人的头 这个呢,代表人的手臂 然后这里呢,代表人的腋下 腋下 这一块 那这个砖呢,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来模拟 实战当中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呃 实战当中最最常见的一个呃,场景 那就是当对方出拳 出刺拳打我 然后我怎么去接手 然后怎么把传统武术的东西给用上 啊,在这里呢,我就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这个呢,就相当于,呃,我的对手 出拳,啊,出拳 啊,然后这个呢,就相当于头 这里呢,就相当于腋下 啊,这一块 啊,我们传统武术就相当讲究什么 呃,讲究这个近身,讲究接手 啊,也就是它是一个套招 它的这个近力变化呢 它跟这个现代格斗不一样 现代格斗是出拳,啊,然后隔 胆,啊,隔胆,出拳 然后这个它是一招一式的 它的这个发力的动作,啊 它是有间断性或者说有节奏性的 一式一二式,一二三是吧 一二三是吧 啊,它是这样的 但我们传统武术不是,啊 刚才说到了,啊,我们是什么 是变化,这个变化怎么表现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这里手扫上去之后,看到没 就当对方一拳出过来 我手这样接它 我这样接它的时候 我的这个,就可以扫它的眼睛 就可以扫它的眼睛 同时,我又可以把它的这个 拳手拳给拦截掉 啊,这个就是 我的这个筋骨的柔软 我的这个关节的松活 就自然产生这样的效果 不需要,我胆了之后 然后再去标它的指 啊,啊,再去插它的眼 这是二次发力 我是一个,一次发力产生的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要去理解 啊,这就是我说的松活 这就是我说的发劲啊 然后它的变化 如果说是按照现代传统 按照现代搏迹的理念 我要想做到这个扫它的眼睛的话 你看我隔打了之后,哎,标志啊 再来扫它的眼睛 那是两个 这个,节奏点是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一二,是吧 但我这里呢,一就OK了 啊,一就OK了,它自然就产生了 所以说这个,然后接着呢 是它的这个静力的变化 这个在上节课也说到啊 当我把手绷紧了之后 你看我自然要来抵消它的这个弹力 要把这个力量给消掉 我才能够出这一拳 如果我这样出一拳 你会发现你出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 哎,你一拳打上去 然后接着变化,变化不了了 为什么 你如果你用现代搏迹的理念 也就是说我说的这种干对干的 干对干的这个理念 你要想产生变化,变化不了 那之后有什么软的 你看这是硬的,我软的 哎,我打上去 我就很容易变化了 看到没 哎,看到没 你看很轻松 它就变化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传统武术 最关键的东西 大家要去这样去理解它 你这样理解了之后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信念自己 然后你才能练得出可以实战 或者说是可以在擂台上用的 这个传统武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给大家讲解的是这一招 这一招 这一招呢 这个在玩家拳里面也有 一般呢就是 比如说一个这个直拳之后 或者说一个这个掌锤之后 然后再接啊 这些动作都有 那属于二次发力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一次发力 什么一次发力 当我格挡了它了之后 格挡了它的时候 我借着这个力 借着这个反作用力 借它的这个反作用力 然后就穿进去 什么意思啊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是这样格挡它 然后再打这一招 可不可以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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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打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 引上其下 我上面引一下啊 引它啊 然后同时打它 那这个是两下 二次发力 而我这里呢 不是 我们只是用了一次 我们只是用了一次 就我这样一弹了之后 借着它的这个力就进去了 很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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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剩了一步 就完了 好 大家看一下 很快 好 这个呢就是 我们说的这一掌 在这个实战当中的应用 上手 打一个这个交叉 一个引手 然后呢 翻手 这边过来隔打 太阳去隔打 然后这边呢 打一个掌 一 二 很简单 注意它的近力的变化 全部在哪 在走关节 一 二 一 二 大家平常练的就是这样 这样就完了 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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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